发生话题追根就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林一如 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 大概是半个世纪吧 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 十月份是光辉的十月 因为从双十节到光复节 一直到三十一号的蒋公诞辰纪念日 在过去都是蒋家政权定义为光辉的日子 不过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也慢慢地了解到 光辉的背后其实有更多的惊涛骇浪 而今天我们就要拿掉光辉这两个字 邀请您来看到的是蒋家的真实面貌 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位改变了中国 改变了台湾命运的人物蒋介石 在半个世纪的神话背后 您对他了解多少呢 热线追踪团队也访问到了 当年士林官邸的副官 他们眼中所看到的蒋介石 是一个朴素节俭的老人 不过有几个原则千万不能被打破 比如说他每天洗澡过后 一定要喝上一杯饮料 而这个饮料呢 你现在走到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了 不过当时副官还得特别 去向美军顾问团来申请 您猜到是什么了吗 我们的记者姚嘉倩跟陈信志 要透过接下来这次报道告诉您 人人敬畏的蒋委员长 私底下的居家生活和强人形象 有相当大的落差 剑谱规律是最高原则 平常他这个洗澡也好 他这个吃饭也好 他这个早餐晚餐 他都有他一定的一个规矩 他习惯上是不会改变的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蒋介石的一天就好像军事操练一样 总有个隐形的时间表 起床散步用餐就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蒋介石的生活就是这么严谨 我们当班的话 大部分是20分钟 不管他喝不喝 我们一定换一杯这个开心 他想喝的时候 他一摸这个杯子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杯子冰了 冷了 那对不起 那这个麻烦就来了 注重养生的蒋介石 对于喝水这件事就相当讲究 太冰不喝 太热也不喝 水温一定要拿捏得刚刚好 否则管理他生活起居 大小时的副官 皮科得绷紧点 40分钟一个钟 他忘了去换了 我一个胡理胡理 既然拜托我 这个同事世界中业的情侣 我就拿到杯子冰 一进去 挂了汽油汁里 这个水冰的没有 冷了 我给他骂了一头污水 蒋介石每天起床灌洗后 第一件事就是喝水 因此副官得在蒋介石起床前半个小时就开始作业 水烧开后先倒一杯冷却到60度左右 另外一杯则是保持在水沸腾时的温度 蒋介石喝的顺序是先凉后热 简单一杯水也有这么多的规矩 可见喝水对他来说是何等重要 一杯开水就要保持着温度 但我们手的感触大概二三十多左右 不吃生的不吃冷的不吃辣的 蒋介石爱吃日本进口腌嫩笋加黑芝麻酱 西岸的程度连蒋宋美林都十分不解 对于饮食方面的要求没有太高标准 简单的酱瓜加上稀饭就可以吃一餐 只是不吃生不吃冷不吃辣 这三个原则一定得掌握 但养生可不只有控制饮食 对于活动筋骨也很坚持 老公一天有时候散步二十一次 我知道最多的二十一次散步啊 因为我们官邸要打铃 四身老龙龙散步 五身夫人散步 六身两个人一起散步 士林官邸林响代表蒋介石和夫人 即将起身到花园里散散步 对于当时年过七旬的蒋介石来说 每天散步就是最好的运动 只是这例行散步 却是让身旁的侍卫官吃足了苦头 因为老龙龙他是走八字 这样子 那我们要走路要配合他的走路 所以老四位官邸现在到我们以前 我们士林官邸旁边住人来老四位官 他们走路谢了走这样 为了跟上生活步调 副官士卫官可说是战战兢兢 看见长官散步流了汗 可得马上为主子擦去汗水 他们把毛巾拿出来 然后就放在这边 一直转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干什么 还在老龙龙前面玩游戏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当时可乐可是管制品 一般人想喝也喝不到 不过他就爱这个味 洗澡过后副官会立刻送上一杯可乐 让他喝个痛快 对于喝水温度十分要求 去爱戴梳洗过后喝不冰的可乐 这道理任谁也想不通 洗完澡进入就寝时间 蒋介石依旧遵循规律严谨的生活习性 他老人家有这样优势的睡觉 他们替他盖棉被啊 弹子啊 他说只是不大动力 他是这么说就天然就不大动力 不是像我们睡觉啊 睡不着 反来覆去啊 弹子掉了啊 没那么回事 非常平静 就怕健康出问题 所以很重视养生之道 吃得清淡 睡得饱足 盖得暖和 是蒋介石每天不会遗漏的生活步骤 他的这个出去不管在哪里 这个独立职也好去去参加一生 他为什么住在那里 他一定旁边一定我们给他个皮肩 保护他的膝盖 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有毯子 再严重一点就是文章 他那个 这个浙江广化 在这个非常年龄的话 他那个出口有缺 这个文章结了 这个我是 这个宣传他的口 从年轻开始就投身军旅 骨子里总有着军人 不能轻易服输的傲气 加上国事如麻 蒋介石身上背负的重担 非常人可以理解 脾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志然事件 那个维系司令 王司令 他那么生气 引起中美之间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那么大的 这个繁美世界 他在司令关键这个大客厅里面 那个斯蒂克气起来 就在那个他那个桌子 那个大客厅里面 那个古董桌子 他那个斯蒂克就打下去以后 气起来以后 混合起来 这个是已经到了起点了 他那个时候可能在前方 智慧作战的时候 那个时代 好比三十几天到二十几天 抗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 日本飞机在轰炸 他情绪怎么会好 传言在抗战时期 万一生气透顶 还会用宁波化的粗话 来责骂部署 甚至大喊要杀了对方的头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脾气修炼许多 市令官体里 已经很少传出 主子骂人的声音了 老总统有一天下午 就看他们吃完饭 看吃完饭觉得 菜非常不好 大家好像都不太够 就特别交代句 交代句 这是我听他们讲的 就是给他们加一道菜 所以就讲用这家话 叫埃及烤身 大家都坐在 这个桌上等 说等到这一定 有一只鸡要送上来了 最后上来就是鲜菜 就雪梨红的鲜菜 对这个身炒一盘上来了 表情始终严肃的蒋介石 在当时的市卫官眼中 其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看见市官兵菜色不好 立刻会要求帮他们加菜 只是讲话带着浓浓香音 也闹了不少笑话 老总你叫我 老总就咳嗽 他就 我们就是啊 他不会叫你的 你就跑过去 跑过去 然后他就讲 就是包子 我们也会拿 包子 这个时候 早上七早八早要吃饭 不是 赶快跑去问市卫官 因为有时候 浙江话我们听不太懂 市卫官 去哪包子 老蒋也不是没有幽默感的 看到市卫常常会错意 往往只是玩耳一笑 并不会因此动怒 但毕竟曾经是 南征北桃的大将军 总是散发出 不怒而畏的气势 从北趴时候开始跟他 以后到了 到了市林官邸时候 他才每一次见到 甚至他的发动 已经离着 怕就是怕 你说不出来 他就天生的领袖 眼神一对着谁看了 孰然其境 围安座从市卫区 内卫区 中卫区 一环一环 扩散出去 绵密的警卫圈 要把安全防护 做到滴水不漏 自然而然 对于市卫官的要求 也是高标准 每天蒋介石 亲自点名 绝不马虎 传言在大陆时期 招考的市官兵 清一色都是浙江人 所谓人不清土清 就是这个道理 也因为蒋介石 血型是AB型 所以市卫官大部分 都先禁用 同血型的AB型人 在老蒋发生 紧急意外的时候 还可以立即 书写进行抢救 蒋介石的功过 在世人心中 有不同的评价 但对于曾经 在老蒋身边 服侍过的市卫官 和副官来说 那一段岁月是一辈子 难以抹命的回忆 也是点滴在心头 蒋介石过世的时间 是民国64年的4月5号 不管那个时候 您出生了没有 是从新闻报道 或者是后来的课本 告诉您的 那天晚上 人与交加 天地同碑 而天地同碑的描述 是比较主观的解释 不过那天晚上 大雨滂沱 气氛诡诀 倒是真的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 当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强人 输了算 那个人走了 这个国家 自然会群龙无首 蒋介石 他很知道这一点 所以平常 他非常重视 保养身体 也觉得自己 应该可以活到100岁 不过他健康 走下步的关键 是在民国58年 在阳明山 他出了一场 大车祸 大车祸 我到了10点 11点的时候 就开始飘雨 那他过世的时候 宣布已经 宣布这个 医师认为说 急救无效了 那就开始 雷声大作 就开始寝捧大雨 是狂风暴雨 那个暴头大雨 几乎我们从小到现在 也很少看到 那么大的雨 而且是倾盆如注 全省的农民代表 已在上午9点多钟 怀着非常地心情 国父青年管理 总统讲宫的灵堂 赞扬 总统讲宫的怡荣 突然间 他那个怡婷的救护车 一到中山北路 突然间 整个大雨 尬然而止 好像没有这一回事情一样 明活64年4月5号 市里官邸上下突然 一片慌乱 十几名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心跳越来越慢的 蒋介石正在和死神奋力互动 其中有好几次心脏停止跳动 心脏停止跳动 那4月5号就过世了 老先生是因为 这个用的CBR什么都不行 那个电子是1000多度 搞得 我跟你讲 从9点钟 搞得怕11点钟 反正不行 所以才是 最后一波 还是不行 电子的时候 一次 两次 三次 宋敏宁在旁边 心如刀割 真的那种感觉 跟死心烈灰一样 一次二次 但是蒋介石都 无动于衷 一点都没有办法 起死回生那种感觉 几乎在空气中 已经弥漫着交汇了 几乎已经烧焦了 宋敏宁已经无法 忍受不了这种情况 他就歇斯底地大喊说 够了 容总医护人员 要为蒋介石进行第三次电击 屋内弥漫烧焦味道 让一旁的宋美龄承受不住 终于愿意放弃急救 蒋介石心电图停止的那一刻 关体内空气仿佛瞬间凝结 外头气氛同样很不寻常 老总统他有十几只狼狗 那天老总统过世的时候 那天那狼狗像那个狼豪一样 叫了那个 公馆前面有一个排龙裂开了 忽然间大喊 我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在当班 我觉得天气这么好 怎么会这样呢 八点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老总统走了 慈悟本来是他 就是常常要去修器的地方 突然间 池塘里面的乌龟全部跑上来 好像蚂蚁熊兵这样 好像洛曼地灯路一样 佩然莫之能御那种感觉 一直一直地跑上来 有此一说 所以这个慈云廷被这个雷击中 在雷打下来的时候 刚好把这个老总统接走了 那所以慈云廷就垮了 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 突然间中华路的上面 有一个礼教总工所 他是拜这个玄天上帝的 突然间花火了 然后旁边的人赶快打电话 叫城中的消防队 才离几百公尺而已 但是打电话 打了半个钟头 没有一部消防队肯来救 就这样子 莫名其妙 一个礼教总工所就这样子烧掉了 他曾经有一天 起来二三十次 就是起来又 推个几步轮椅之后 他又说要回去 回去床上不久又要起来 听说反反复复 这个二三十次 心情的烦躁 那身体的状况 可能已经出现一些 很不好的一个情况 他自己不舒服 在四月五号之前的前几天 那时候天气都很晴朗的 然后太阳竟然 整个太阳旁边竟然有日晕 是彩虹的七彩的日晕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而且在市场 在大陆上 甚至于在一些西门丁闹局 很多人都一船十船百 大家都跑出来看 那个爆头本来都是红色的 突然间变黑色 然后所有的电视都黑白的 没有彩色的 然后整个国家才知道说 蒋公已经去世了 根据亲近人士转述 高龄88岁的蒋介石 重视保养身体 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活到一百岁 健康走下坡的关键 是民国58年 杨明山一场大车祸 让他元气大伤 从此病痛不断 民国61年蒋介石心脏病发作 在荣总昏迷整整半年 不过消息对外保密 外界浑然不知 但蒋公久未露面 房间因此谣言四起 突然间警车本来是 从头到尾都是红色的 突然间改成黑白两色 社会上就一直在揣摩 可能是老先生可能过世了 为什么 因为从民国60年国庆日 他露脸那一次 就从来不露脸 美国的驻台北的大使 叫马康卫 也几度奉美国当局的指令 去求见蒋介石 然后借着见面的机会 来看查研官社 看蒋介石身体状况 到底怎么样 然后回报给华盛顿 蒋夫人就下令 整个中心病房 这个任务可能禁止外出 连医生都不禁止 觉得封出消息 十几个医生禁止 那么永总呢 怎么 这是太太们 奇怪呢 这是先生到哪里去了 以为他外面有外遇 有关蒋介石死讯 在民间传开 全国上下一轮纷纷 就怕谣言越言越烈 府方刻意安排 蒋介石公开露面 只不过要靠小道具来辅助 他跟夫人要坐在 那个有扶手的 平常他在病床上 就穿个睡衣 那你说要穿长袍马褂 那个手放在它会滑到 那我们就跟王主人讲 我说用那个胶袋 宽胶袋 把他袖子拉起 那个长袍马褂 很宽大的嘛 先把他拉上来 把他手 右手 左手 扶在那里 里面就有 我就用到教的 长袍打这个点滴嘛 就萎缩 那萎缩经常放在 把手上就会掉下来 那听说呢 就是用一个绷带啊 因为他穿这个长袍嘛 那长袍是长袖的 那就在 这个手腕的部位啊 用绷带 把它固定在这个 这个椅子的把手上 尽管卫装成功 终究只包不住火 健康恶化的蒋介石 病情每况愈下 旧夫心切的宋美龄 却没有采纳 荣总医疗小组的建议 坚持让美国医生实行 肺部穿刺手术 导致蒋介石高烧不退 从此一病不起 那宋美龄的看法就是 我们这一个荣总的 这一个医疗小组用的方法 已经用了几年了嘛 那没有太大的进步嘛 那他希望能够进步快一点 这也不是宋美龄的错 只不过他认为说 试试看嘛 到日后这一个医疗小组 发布的官方医疗报告里面 就是说 他没有去讲这个穿刺的手术 略而不提 他就说 这一个老蒋总统 得了流行性感冒 当时的这个感冒 所以呢 身体急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